大家好 我是閃鈴的貝斯手Doris 那今天來到這邊就是想要呼籲大家可以正視正信澤的這個案子 那常常有人會問我們說為什麼我們要維護死刑犯的人權 那我在這邊想說的是我們維護的是大家的人權 是這個國家的制度 因為誰都有可能成為下一個司法的冤大頭 那正信澤的這個案子其實充滿了非常多的問號 在整個辦案的過程 然後還有整個司法的審判上面其實都是證據不足 然後也缺乏一些科學的一些證據 那這樣子草率的就給予死刑的定驗 那其實不是一個人權國家應該有的作為 正信澤的這個案子還有非常多的疑點 然後我在這邊非常誠懇的呼籲大家 請大家能夠多多的來支援或是聲援這樣子的救援活動 然後另外要是各位有相關的疑問的話 其實也可以上正信澤的部落格 那上面有非常多的資訊可以給大家參考 真相未明重啟調查 給正信澤一個重新審判的機會 極興 assistance 的壓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